兩年因為一直走訓練 就根本沒機會回家 那我覺得也有點內疚 我覺得好像就是 現在應該要把時間還給老公了 會不會現在也唱完 最後一場的心情 很滿足 因為這兩場是 就是兩場完全不一樣的節目 然後應該是沒有人會像我們這個團隊這麼豐富的 因為真的不簡單 不是說只是唱一些不同的歌 我們還會配合舞蹈 所有的效果都是非常複雜的事情 而且我們也不會有額外的時間來彩排 所以覺得這個 我們叫做巔峰之旅 其實更應該叫做瘋癲之旅 可是太開心 我覺得我真的很幸運可以有一個這麼棒的團隊 然後一直支持我 這麼信任我 那這兩天的觀眾們也是最覺得 真的是太感動了 這兩天 那在唱的時候有沒有後悔 想說老實要不要上這個決定這樣子 就是不再做這樣巡演 不會 我想得很清楚的 我是 應該是 可以說是感愛感恨 沒有就是 我是覺得所有事情都 都要有一個結尾 然後也要好好的來 就是 就是 到達這個終點 就是 不要拖拖拉拉 不要就是 對啊 就是 yeah 所以 不是說我 沒有要退休啊 我當然 還會繼續唱 而且我覺得現在才是 最好的 我個人的狀態才是 現在才是最好 我希望就是 下半場就是投入做 新的東西 那就是 音樂曲 那這個真的要 投入所有的精神時間 來好好的籌備啊 醞釀啊 醞釀啊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也唱了26年的這樣的流行歌啊 那我覺得現在是很好的時機去 對 做新的嘗試 唱完之後 有沒有打算要做什麼證明 要 要去嗎 沒有應該就回英國吧 那 因為 我跟老公的家就是在英國嘛 所以 而且這兩年因為一直走訓練 就 根本沒機會回家 那我覺得也 哎呀有點內疚 覺得好像 就是 現在應該要把時間還給老公了 吶 他 吶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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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